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 今天你就见到 走进赛场 他犹如战神附体秒变生化人 坦克式压迫打法 不知疲倦的进攻 强大恐怖的抗击打能力 多样化的攻击技术 他就是罗唐 被全民们称为体人 那么这个穿号也是源自于 他比赛中展现出的坚韧和不去的精神 罗唐的探拳技术非常精湛 拳法和肘筋非常犀利 能够在比赛中给对手造成巨大的伤害 此外他还拥有出色的体能和耐力 能够在比赛中持续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然而罗唐毕竟是肉眼繁胎 他并非不可战胜 在2022年3月26号 罗唐特殊规则输给了大力鼠 在2023年9月22号 罗唐输给了苏伯克 2024年1月28号 罗唐原本在日本可以对战武尊 但是罗唐因伤退赛 那也是非常可惜 最终是苏伯克顶替罗唐 去打完了那场比赛 对于铁人的粉丝来说 这场比赛没有打成也是非常的遗憾 但是大家不要着急 2024年6月8号 罗唐最新的比赛又要来了 这次罗唐将来到踢拳赛场 他的对手是来自加拿大的硬汉 达宁斯普瑞克 普瑞克刚刚在4月份 击败了银量级排名第二的 雅各布·史密斯 他打赢了史密斯以后 就较证了罗唐 来自加拿大的普瑞克 虽然说今年已经39岁 但是他的状态很好 现在已经是两年胜 普瑞克职业战绩805负 身高166 臂战163 普瑞克的战斗风格和罗唐非常接近 都是往前压的重炮手 都有着极强的KO能力和铁下巴 我相信这场比赛将会非常的激烈 非常的火爆 再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时间 2024年6月8日 万冠军赛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万167 当天的头条主赛 还有雨量级泰拳世界冠军赛 达万猜 对战拉塔乌特 兄弟们老规计 下方购票支持 下方购票支持 下方购票支持